有一种是全世界都共通的语言 是什么? 就是基督徒祈祷那时 常常讲的阿门 阿门在希伯来原文的意思是 肯定同真实 在祈祷完最后讲的阿门 是表示同意肯定 这个是上上帝的祷告 也都提醒自己 上帝对我有三方面的肯定 一,上帝是真实的 上帝是独一的真神 藉着创造历史上的作为 和祂的儿子耶稣基督 降临在世界上 证明了上帝的爱和大能 上帝也是向摩西启示的 我是 自有永有那一位 在今天的世界 充斥着很多偶像 和不同的宗教 真实独一的上帝 才是我们最值得信靠的真神 而上帝是诚实手信的 今天世界充满着虚假的事和资讯 只有上帝是诚信真实的见证者 圣经里面耶稣讲过几次的 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 实实在在就是从阿门翻译出来的 主所应许必定实现 主必定垂听我们的祷告 三 上帝是慈爱 配得赞美的 主知道我们的担忧 需要 祂必定供给 医治和安慰 我们大家一起诚心祈祷 永生信实的天父 唯有你是上帝 除你以外 并没有其他救主 你是首先 亦都是抹后的 我们的一切动作全流 都在乎你 亲爱的天父 你的慈爱 尚及诛天 你的信实达到穷仓 我要投靠在你翅膀的任下 你的公义好似高山 你的判断如同深渊 你是我的避难所 是我的盾牌 是我的盼望 你是阿门 诚信真实的见证者 求天父兼顾我的信心 使我诚实地跟随你 你是应当清重的 直到永永远远 天父 我要紧紧捉住你的应许 平安和喜乐 仁爱和遥恕 救恩永生的盼望 还有主耶稣所说的 我必快来 这一切都必实现 奉主耶稣基督圣明求 阿门 阿门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